马斯克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立即解雇首席执行长 财务长等四名推特高管 随后马斯克发推文说 这只鸟儿自由了 马斯克的第二把火是解散推特董事会 据推特周一提交的证券文件显示 推特九人董事会已在上周四被解散 马斯克一人独掌推特 第三把火是计划大规模裁员 据华盛顿邮报周一披露 马斯克计划在首轮裁员中 解雇四分之一的推特员工 相当于近两千人 马斯克曾表示他收购推特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希望将其打造成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平台 此前推特被广泛批评刻意压制保守派的声音 在马斯克完成收购后 外界对推特的政策走向高度关注 周一马斯克发推文说 如果每次有人问我 川普是否会回到这个平台时 我都能得到一美元 那么推特就赚翻了 不过马斯克上周曾表示 将组建一个持广泛不同观点的内容审核委员会 在委员会成立前 不会做出重大的关乎内容或恢复账号的决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施锦综合报道